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時隔兩年 我們又回到Suri市中心 跟大家分享當年2022年最高峰時 Suri推出一個很受歡迎的樓盤 發展商是Bosa 都是我們這邊很知名的 項目叫Parkway 當年跟大家分享的是Parkway 1第一座 它很快就賣光了 開盤很快就賣光了 然後現在發展商推出了第二座 其實它是一個屋苑 所以它們總共有四座 其中有一座是Rental 另外三座是住宅 我們後面就是Site 剛剛我走過來的那條路已經是Sky Train 差不多五分鐘都不用 由Sky Train 走過來三四分鐘過馬路 就可以回到大家的家 好奇了 這一座大家看到正在上去最高的 旁邊就是Sky Train 就是它的Rental Tower 不賣的 我們在上兩年分享的Parkway 1 就在它的後面 方向的話 前面有山那邊就是北 所以它四個建築 就是一個四四方方的框 我們現在在這邊是藍 所以西南面就是這個Rental Tower 就是最近的Sky Train 幫大家擋好聲音 我們今天重點和大家分享的是 Parkway 2 開賣的 就是東南角 我們這邊是藍 那邊是東 所以在這一個位置 就是馬路的這一邊 那裡就會是Parkway的第二座 有什麼特色有什麼不同呢 現在就跟大家去售桌處看看 順便帶大家去看看街景 這邊其實大家過了這條馬路 然後去到我們後面 在Sky Train 之餘 就已經是市中心 就有KPU分校 SFU分校 就是Walking Distance 已經可以買菜 吃東西 去圖書館 去City Center 坐Sky Train 等等 就極之方便 好 那我們現在去售桌處看看 我們進來售桌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四個建築模特 以及今次Future的Parkway 2 說回方向和Location 前面是向北 我後面是向南 剛剛我們在街道逛街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在Size104上面 我們過馬路 對面已經在建的Rental Tower 前面看著Sky Train Sky Train一路向後一點 那裡就是Sky Train站 我們剛剛說由Sky Train站 走過來Parkway 2的話 應該五分鐘內就可以走到 好 整個Parkway的項目 總共有四座樓 大家已經看到四座 第一座Parkway 1 就是東北 Corner 那座Building 兩年前Carrie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都賣光了 現在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Parkway 2 它就是整個Size的東南 Corner 這邊是向南 這邊是向東 那麼高的樓層的樓 其實它不是所有都是住宅 它都有一個Rental portion 就是17樓以下 這一層是17樓 17樓以上就會全部都是住宅 17樓以下就會是出租的 出租和住宅單位 有分開的升降機 分開的出入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無論是內街 還是外街 都有兩個咖啡色的頂 分別是給住宅和租客入住的 出租後面 它也有兩個出入口 以及兩個建築的門牌號碼 所以雖然它們是同一個建築 是放在一起 但其實是分開的 這次Parkway 1和Parkway 2 在外觀上和外觀設計 有一點點不同 它就是將裡面 以前的單位柱 那些主要建築那些 拆了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 它有很多這些 concrete block 亦都順便用這些 concrete 來做了每一個 balcony之間的 privacy 分隔 如果大家看回Parkway 1的話 它很多時這些主力場外 重心處放在單位裡面 它的單位外面 那個 partition 就會是可能有些洞 感覺上的 privacy 就差一點 如果對比起Parkway 2的話 所以每一個露台都是自己保持的設計 就是Parkway 2才有的 還有為什麼呢 很多人有時候會選擇 Parkway或者喜歡這個項目的原因 就是它 因為它整個block 這個四方形都是自己的 所以發展商有設計了內街 以及在建築中間 再製造了兩個矮樓 好像pavilion 這兩個用途不同 除此之外 大家看到它整個綠化的設計 都做足了 有很多walkway 有很多樹 有很多戶外的空間 讓大家去走動 即是大家回到家的時候 就遠離Suri城市的飯梟 可以在裡面散步 放狗 聊聊天 好了 說回這兩塊是什麼 近一點Parkway 2這座 其實是一個公眾空間 它主要這座建築 或者這座pavilion 是給放餐飲 例如cafe coffee shop 或者餐館等等 這個到時是commercial space 由Bosa會再去找餐廳 進入住做leasing 另外 後面那個就精彩了 後面那個就是Parkway 1、2、3 那三座建築 可以share的會所 就好像自己的私家會所 那它第四座 Rental Tower 都沒有access 只是住宅的人 才可以過來用這個會所 就有些party room 有些lounge 有些game room 有些space 讓大家坐下來做事 聊聊天 讀一下波玩一下 那如果真的想做gym的那些 就可以去到後面的第二樓 它有一個很高樓底的gym房 大家可以過來這邊看看 它所有的機器都放在這一層 有些跑步機 心肺訓練 單車機 也有些重力訓練 也有些蛙艇機 而且它的樓底和設計都很特別 中間有特別高樓底的部分 讓你的空間感會比較強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設計感 都是這些北歐的黑色的建築樑柱 還有配一些木色的黑色 這個gym房的下面 都是極高樓底的 類似double ceiling 好像兩層那麼高的 就是basketball court 或者叫做多用途球場 大家可以打球 或者做其他球類活動都可以 旁邊還有一個yoga studio 在另一邊 剛剛的model 不是很顯示的 它還有steam room 還有這些浸水池 Sona 這些就是剛剛看得不太清楚 co-working lounge space 然後也有yoga room 有類似workshop space 給大家做單車 做東西 做工具 跟大家進來show room看看 它是一個兩房兩次的單位 最接近的plan 就是大家可以買到 東南或西南corner的兩房 D4大概是773呎左右的室內面積 它的兩房是corner unit 所以你會看到兩邊都有露台和窗 balcony都接近wrap around 然後就有客廳位 它也很spatious maximize了客廳空間 電視場也很大 但它也中間放了一個餐桌 大家可以自己調較位置 廚房的話 這次的感覺有點縮了水 之前是廚房家的island比較大 現在主要是長條型的廚房 中間空間留給大家想自己再裝island 還是擺餐桌 這次的配色 機仔拍進來的顏色就好像是黑色雪櫃 其實真正現場看到的顏色 是很深的藍色 藍到黑黑的 有一點點bluish的 但也很型的感覺 它主要的配角 好像霧面 沒有什麼可以落到手指紋 我的手有很多油 然後Back Splash 就是有一點點灰 淺灰色 很有工業風水泥感覺 那種灰灰的 Back Splash 也是一大片過的 跟台面一樣 材質也是Quartz 人造石 有一個大的Sink 今次的電器package 也有點不同了 主食爐不是gas 是用電的 電的主食爐 牌子是Birdasoni 下面的焗爐也是 微波爐是用Panasonic 而且它的設計是微波爐加抽油煙機的設計 這兩個東西是放在一起的 哇 門都很大 上面這些都是儲物空間 剛剛也說了一些櫃的顏色 摸起來很有質感 然後這邊也有一些櫃桶 它做了兩格小的 然後一格大的給大家 然後這個就是焗爐 焗爐也是Birdasoni 這份兩房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都是做了24吋 就不是特別大的 這個是中間的洗碗碟機 一樣都是Birdasoni 然後這個就是Sink Sink反而是挺大的 然後可以洗到一些大鍋 下面是儲物空間 然後在旁邊這裡 也是兩格小的 一格大的櫃桶 全部都是最高級新品種米 這是雪櫃 雪櫃大一點 30吋 然後下面是冰櫃 一格大的櫃桶 還有一格小的櫃桶 在裡面 然後除了這裡之外 雖然今次沒有一個Island 但是發展商都很貼心 到時交樓標準 會給大家這個 配合廚櫃顏色的冰櫃 所以再放東西的話 都可以繼續放在這裡 包括在下面 也有可以打開門裡面的東西 可以放一些杯子 小的雜物 另外還留意到的 就是它在廚房這邊 也有一個玻璃門 即是說其實廚房這邊 也會很光亮 有光進來 這裡也可以出到露台空間 大部分這些涼房 剛才我見過 都是一個近似的櫃桶 但它未必是通的 即是這邊一個 另一邊還有一個 現在showroom是通的 但實際上是沒有的 對呀沒有 因為這裡畫了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是Kerry跟大家分享 最外面的建築模式 它是整個水泥牆這樣隔了 即是有私障 後面這個露台 即是不通的 到時有個水泥牆在這裡 如果是用這個露台的話 就會由客廳這邊 塗門出入 這個就這樣燙 所以都是兩片大玻璃 我們看看兩個房間 看看主人房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主人房 是升級了 你會看到床邊有組合櫃 包括旁邊這一堆 上面的頂櫃 那邊中間有個洞 有燈 有電掣 下面有兩格櫃桶 除了這邊的櫃之外 在對面這一個位置 也做了櫃 即是很多的儲物空間 櫃桶 兩格小的 還有還做了書桌 再加上上面的書架 書桌也幫你做電 可以讓電腦電線上來 上面還有頂櫃 現在這裡整套東西都是升級 不知道多少錢 如果大家不要升級的話 這件東西就會變成塗門衣櫃 即是我們經常見大部分樓花都是那一款 剛才床上的櫃都沒有了 這個是大家將來買的時候 可以跟Carrie說 你想不想要這個升級 之後發展商會出價錢 我們又說一下洗手間的features 這個深色系的話 它桌面的顏色、材質 以及櫃桶 跟剛才廚房看到的一樣 櫃桶也挺大 感覺上很巨型 然後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鏡櫃很大 兩邊有燈條之餘 中間可以開做到頂 三格鏡櫃 所以洗手間的儲物空間都很充足 然後它後面 背後的磚的長身 它的物料、顏色的設計 其實都配合地磚 但我覺得好像有點不同 深色一點 你這樣拍就知道 這個邊邊也做了磚 這兩隻灰是兩個顏色 然後它的洗手間 它做了推拉門的空間 一個是纖維底座 然後一個 ring head 然後一個可以手臂的洗手間 這些全部都是樓 還有一塊金屬的板 給你放下洗手水護髮掃 好 第二層的設計 有些它會有 好像現在這樣 因為房細做不到 可以選擇一個衣櫃 它會安裝衣櫃給你 有些會有一個衣櫃 我們要看積 然後就是洗手間 客廁基本上跟主人房的廁所 都是很相似的 又是三個大鏡櫃 只是洗手間變成浴缸 一樣都是有一個 ring head 加上一個 hand head shower 這個很好 沒有省皮 它是一個 corner unit 稍微有少少走廊 這邊就是衣櫃冷氣 這個就是laundry laundry room Samsung兩部機 上搭下搭 然後就是floor set space 和冷氣位 這裡有一個premium item 大家如果買最高的幾層樓 52、51、50、49、48 這五層的話 發展商會送這個東西給你 即是一塊鏡子 加上一些櫃 如果大家不是買幾層的話 就會是一個 plain wall 就沒有東西 要自己裝修 剛剛看了深色的櫥櫃面 和flash flash 現在大家喜歡淺色系的朋友 可以考慮一下這款配色 它的地板也淺色了 淺木色 大部分的櫥櫃都是白色面 上面都是淺一點的灰色 剛才幾乎是深藍到黑 現在這個就是淺色 然後back flash 就沒有了剛才那種工業風的感覺 Morlite是中度灰 加一些egg shell的效果 其實這是一個一房單位 所以它不是corner unit 它就沒有浪費位 門口進來 大家看到這組東西 都跟剛才那個不同了 它都是最高的幾層樓 如果大家隔這顏色的話 它的配色就不同了 就是鏡加淺灰色的隔層 這個其實是一個一房單位的Layout 都挺不錯的 它中間沒有做中度 但大家看到它現在放的 Display的這張餐桌都挺闊的 擺完餐桌 你距離廚房煮食的空間 和旁邊走過來客廳的空間都有的 所以這個位置是比我常見的一房單位為闊的 所以這張餐桌真的寬闊的 你看這邊 這裡 這個一房單位有多個pantry位 首先 整個可以拉出來 是一房的特色 剛才兩房都沒有 除此之外 你放了沙發之後 它後面的電視機位 因為對比起那組櫃是套進去的 所以其實感覺上都挺闊的 比一般單位闊一點 這樣就走出去露台了 我們剛剛進去看示範單位 兩房兩次 即是深色的 其實是兩房單位 類似東南或西南角的兩房 這兩個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們剛才是門口進去 會經過冷氣 有洗手間 之後是2nd bedroom 然後長條型的廚房 有個pantry送給客廳 然後這邊和這邊可以出balcony 分開兩個balcony 然後就是主人房加套房 洗衣櫃比較大 這個有少許不同 但都是差不多一個space的感覺 整個plate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基本上如果大家要找兩房 真兩房兩次 即是兩間房有窗有櫃 兩個full size bathroom 室內面積773呎 其實就是這兩個 08和10這兩個單位 Plan D4或D4M 他們是現在partway 賣最大的兩房單位 都是最大的單位 價錢的話 大約是80萬宗開始 即是8、3、4、5萬 其實是最低的樓層可以買的 即是17樓開始 大家如果想要買高一點 一層都要加3、4千 大家可以想一下價格 即是可以去到90多 比他們小一點的選擇 50 Österreich 便宜10萬左右 70萬宗 便宜約後 便宜約70萬 St 便宜約後 便宜約10萬中 便宜約10萬 covered 便宜約70萬元 便宜約9 tiếng untm 東北七北 central 另外再多一個Powder Room 可以去洗手間和洗臉 放在兩邊 客飯廳基本上跟剛才一樣 一樣都是兩個Balcony 這個就是東北和西北 Corner 大概是75萬左右開始 再給它再縮水 就是Junior 2的單位 就是C1這個Plan 整個Floor Place 10個單位 它只有一個,就是向南 這個單位 它雖然還勉強叫做兩房 但是兩房一次 還有它第二個房間其實是沒有窗 基本上只可以放到單人床 它真正的Primary Backroom 在這邊客飯廳 然後有一個小房 可以放到單人床 有一個衣櫃,沒有窗 Siding Door 這兩間房間都Share一個洗手間 好像一個這樣的單位 就會是60萬鐘開始 一樣都是17、18樓開始 然後再下去的就會是這些位置 東邊和西邊的一房單位 這幾個單位都跟我們剛才看的 第二個示範單位是類似的 它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廁所其實很近的房間 很近廳 大家不用繞 它的門開得很好 我們有時看到這一房單位 隧房的門口在後面 它在廁所一起繞出來 我覺得它的織畫得不錯 門口進來之後 這陣子的走廊空間都沒有浪費 放了衣櫃 而且很大 有個洗衣機、冷氣 這邊進洗手間或房間 都差不多像套房 廚房在中間 又有一個拉出來的Powell Pantry 再是客飯廳 也有自己的露台 兩邊都是食屎 類似這樣的一房單位 有四個 向東兩個 向西兩個 基本上是一樣的 價錢大約是五十五萬開始 一樣都是由十七八樓 這個是 starting price 如果大家再要便宜一點 就是最後向北 就有兩個3DU unit 那些就已經是沒有車位了 價錢也會再便宜一點 Deposit是大家最關心的 到底放下多少給發展商呢 總共是二十個Percent 然後它會分四期 大概兩年的時間去比 第一期是大家開賣的時候比 就是今年的四月 那就是五個Percent 第二期就是今年的十月 半年後五個Percent 第三期是2025年的十月 即一年之後五個Percent 第四期就是2026年的十月 再隔一年的五個Percent 總共是二十個Percent 那就是你最後給那兩期的Deposit 會給你利息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舉例 一個五十萬的單位 最後兩期加起來是10% 即是給了五萬元 那這個五萬元發展商 就會給你利息 給你兩年的利息 那用什麼利率來計 就是九個Percent 如果大家買一房 或者Studio單位 那五萬元 九來兩年的話 就是九千元的Credit 那它會一次過在收樓的時候 減九千元 那你就可以給少九千元了 那如果你買的 不是一房單位 是兩房單位 包括Junior 2 即是六十幾萬那隻 那你的利率會高一點 發展商會給你十一個Percent 兩年的利息 總之簡單來說 你在買合約那一刻 你就可以知道 你到時收樓可以減到多少 那這個Range 由差不多八九千元開始 可以最多 如果你最後買了 最貴的 最大那隻兩房單位 那可能可以拿到 兩萬多的Credit 那差不多是這個Range 那都叫做發展商 很應折 現在大家過了想 放錢在銀行收利息 那不如你放在我們Partway 也有利息給你 那什麼時候收樓呢 就是預計2028年的秋冬 然後之後 其實它挺好的 那它變成 這四座樓 看來是不同的時間收 就不會那麼撞 第一座 我記得那時候去賣的時候 Partway 1是2026左右收樓 那現在這座Rental Tower 就明年收樓 那大家不會說整座 然後幾座一起入住的時候 突然之間要放售 或者放租就很差 因為現在Concord Brandwood 馬上收樓 我還要收得極急 突然之間3月21日就要收樓 現在是第四座收樓 聽聞第三座要收 如果兩三座樓一起合收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遇上到 無論你買和租 都一定會比較辛苦 看看我太遠了 回到這邊 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 Studio是肯定沒有車位 一房單位 根據我們有多少錢 如果一房單位 在50萬樓下就沒有車位 50萬以上有車位 兩房以上全部有車位 其實很奇怪 如果我買一房單位 48萬沒有車位 好善 即是餘到三四萬 怎麼計算 這個項目 有興趣買一房單位 我們再談 然後 Locker也會送 對 優惠項目 就是送了五千元的Stroight Locker 這個不知何時會斷 可能某一個單位 開始後就沒有送Locker 然後車位 其實剛剛說的車位 價值四萬元 然後 如果大家要做樓花轉樣 轉售給第三方 原價是3% 你在開賣的時候 拿到單位 就會減到1% 所有的資料 包括剛才的Fall Plan 和不同地方的景觀 我都會上載到我的網站 carryquite.com slashparkway 有興趣的朋友 上去看看 如果想入表去買單位 因為時間都很快 或者約來看的話 隨時WhatsApp Carrie 或者填表 我會盡快聯絡你 1 2 3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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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好了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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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